主料,低筋面粉150克,黄油125克,水果干包10克,辅料,鸡蛋3个,细砂糖100克,泡达粉5毫升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将葡萄干和花圆梅干切小,也可以换成自己喜欢的各种水果干。 蒸好所有的材料,黄油切成小块软化以后,倒入细砂糖,用打扮器搅打至颜色变浅,体积蓬松,加入一个鸡蛋,用打扮器充分搅打,制鸡蛋与黄油完全融合后,再加入一个鸡蛋,继续搅打至融合。 低筋面粉和泡打粉混合后,删入黄油糊里,用橡皮刮刀拌拌转圆成为湿热的面糊,倒入切碎的水果干。 拌拌转圆,倒入模具内,没有棒蛋糕模具,也可以采用其他形状的模具,将模具放入预认好上,下火180度的烤箱。 中层,40分钟左右,至表面上涨,取出用摇尖插入蛋糕体,刀面光滑无颜负物及时烤熟了,取出放凉,切换,切换,享用,享用,烹饪技巧。 一三个鸡蛋分三次加入,每次都要搅打均匀,后再加入另外一个鸡蛋,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各式水果干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